各位同学,我们要画一个函数的图形 如果说这个函数它是一个分式的函数 那么它们很可能就会有渐进线 那么渐进线可以协助我们准确地去画出一个函数的图形的形状 所以学习渐进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渐进线有三种 一个叫做水平的渐进线 一个叫做牵直的渐进线 那么比较困难的就是斜的渐进线 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之中 都有详细地去介绍怎么样去找寻渐进线的方法